卡什发现137名无症状感染者后 当地启动一级响应 开始在卡什进行全民核酸检测 据中国媒体报道 东队决散卡什地区附属县 10月24日在一项定期检测中 发现一例无症状感染者 此人为一名17岁女性 当地疫情防控机构 立即对其密切接触者进行核酸检测 在此当地时间10月25日 共发现137人呈阳性 均与前一天发现病例的父母 所在的三村工厂相关联 这137人目前也均为无症状感染者 在此25日早上8时 卡什已核酸采样30万8207人 预计利用两天时间 完成全民核酸检测 近来有媒体和独立机构报告表明 成千上万的维吾尔人 包括集中营居留者 被迫参加强迫劳动 美国维吾尔知识分子 生物科学博士埃尔克纳伊 因病于10月24日去世 这位44岁博士的过早死亡 引起了海外维吾尔社区的深深悲伤 自去年以来 埃尔克纳伊博士一直在接受结肠癌的治疗 他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的同时 因其在改善脑癌治疗效果方面的成功 而受到同事的称赞 他在国际科学期刊上发表了许多研究文章 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际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表了一项声明 呼吁采取行动结束维吾尔的种族灭绝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在一份声明中说 联合国宣章是在75年前实施 并许诺世界各国共同努力 以确保和平与安全并改善国际社会的生活水平 声明称 尽管做出了这些承诺 联合国在其成立原则上仍然面临巨大困难 特别是中国政府危害人类的罪行 和针对维吾尔族的种族灭绝 正在日以形成一个阴影 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际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呼吁联合国和其成员国 以有意义的方式解决维吾尔族危机 并使中国政府对其罪行负责 从中国武汉出现的冠状病毒传播到世界各地 已成为全球性瘟疫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将冠状病毒称中国病毒 多次引起中方强烈抗议 最近他再次以中国命运 对于自爆发以来一直反对他称起为中国病毒的人 特朗普这次将其成为中国瘟疫 他在一次结会上说 中国瘟疫 是的 名字来自这里 他们说不要说中国病毒 为什么 他们称之为冠状病毒 听起来像一个俯瞰大海的意大利小岛 不 他的名字不是冠状病毒 而是中国瘟疫 美国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25日发表联合声明说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地区 新一轮停火将于当地时间26日上午8时起生效 美国国务院当天发布的三国联合声明说 美国副国务卿24日与到访的亚美尼亚外长和阿塞拜疆外长举行会谈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外长重审两国承诺执行和遵守本月早些时候达成的停火协议 新一轮人道主义停火将于当地时间26日起生效 星期五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外交部长分别举行会议 并传达了他们将继续为解决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冲突而进行外交奴隶的信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